哈喽大家好,我是世界21中华物业大阪分行的SOSO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位于中央区的一个全洞正在招租的房子 最近的车站的话是松木丁车站在这边 它徒步到车站的话只需要5分钟 交通非常方便 那在我的右手边这边呢就是新宅桥大碗了 那从这儿到大碗的话大概逐步13分钟左右 那直走的话呢就是日本桥了 那日本桥那边的话呢也会有直达到机场的巴士 这边超市便利店药妆店都在徒步范围之内生活非常的方便 我们这个房子的话呢一共是8层高 一共有22个房间 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 我们的房子是今年年初刚刚建成的 那同时我们的房子的话也配有了这个365度无死角的全方位的一个监控设备 保证了您的安全 我们的房子基本设备非常的完善 那像这边的话我们放了快递箱子以及信箱 那这边的话呢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也放了可视的一个门铃 接下来要带你们看一下里边了 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哈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一号房间 那在进门的我的左手边呢这边的话就是个卫生间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里边的一个情况 我们的卫生间的话会配置温水马桶 紧接着这边就是浴室洗手间 那我们这个房子的话是干湿分离的一个状态 那出来左手边的话呢我们会配有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等一些常用的家用电器 以及锅和热水器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房间的部分 我们每个房间的话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风格 像这个房间的话呢是两张单人床 整体的是蓝色的基调 房间内我们还配有一个单人的小躺椅 您可以在上面躺着看个书 这就是我们一号房的格局 哈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二号房间了 那进门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放有冰箱 微波炉等一些家用电器 那在我的左手边呢这边的话就是卫生间了 那我们同样的也放了洗衣机 这个房子的话也是干湿分离的一个房子 那这边的话呢也放锅 还有热水器等等的一些家电 那这边的话就是卫生间了 接下来介绍的就是卧房了 那整个房间都很明亮 这边还有一个梳妆台 女生的话就可以在这边化妆了 相信女生都会喜欢这里吧 我们这个房间的话呢是一个双人床 那我们每个房间也都会配有电视 以及一些装饰的花草 那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二号房间了 哈喽我们现在来到了三号房 那一进门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也放了洗衣机 那这一侧的话呢就是卫生间和浴室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卫生间和浴室都是干湿分离的一个状态 同样我们这个房间呢也会配有一些生活用品 包括了冰箱微波炉和电饭锅 那这边的话就是卫生间了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放了吹风机在这边 我们这个房间的话是个弯DK的一个格局 那这边的话是个小客厅了 我们会在这边放一个沙发 你可以在这边看看书 然后喝一个下午茶 这边的话是卧室的部分了 我们每个房间都有精心的设计过 这个就是三号房间了 我们这段楼可以单间放租 也可以整个楼一起出租 那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